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美洲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号表示 外国势力资金支持塔利班已经持续了20多年 包括俄罗斯 伊朗等国家持续在破坏当地的和平进程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四名联邦卫生官员本周向参议院卫生委员会探讨防疫前景 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再度对疫情走势表示不乐观 他表示如果疫情没有好转 他不会对病例数增加到每日10万宗感到惊讶 福奇指出当前疫情是向错误的方向发展 表明如果热点地区民众没有采取足够的公共卫生措施 不仅会殃及其他地区 更可能导致单日新病例数量倍增 除了通报疫苗研发进展 官员们还透露当局已针对新冠病毒研究多种疗法 包括使用肋固醇改善患者病情 用患者康复期血浆研制单克隆抗体等 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局长哈恩称 有信心能在秋季初推出多种疗法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和财长努姆钦本周一同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 鲍威尔指出 目前经济复苏的速度比预期的更快 但他同时强调 在美国经济从危机中反弹之际 控制新冠肺炎疫情至关重要 鲍威尔重申 当前经济前景极度不确定 除非人们确信重新参与广泛的活动是安全的 否则经济不可能完全恢复 财长诺姆钦表示 已在与议员们商讨在7月底前批准另一轮救济 目前也在讨论之前救助法案中剩余资金的使用 努姆钦表示 国会可以将剩余资金用于支持受疫情打击最大的旅游餐饮业 投资大行高盛集团本周发出的一份研究结果中表示 若美国政府强制要求全民戴口罩 不仅可以有效降低新增确诊病例 还可以不分取代一些地区经济再次陷入停摆的局面 挽救艰难复苏中的美国经济 高盛首席经济学家称 若美国再次实施大范围居家令 美国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被削减5% 而全民佩戴口罩的比例与公共卫生及经济走势间的关联 具有重要统计学意义 若美国出台这一指令 佩戴口罩的人数将增加15个百分点 确诊病例日增幅将下降1个百分点至0.6% 高盛表示 所有模型都显示 佩戴口罩可有效降低感染率 相较之下 宽松限制公共旅行或避免大型集会 并未显著降低传染趋势 新冠疫情持续在美国蔓延 在经历了过去两周的病例激增之后 美国至少有19个州重启了严格的防疫措施 或暂停了经济重提计划 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和亚利桑那州 都疫情反弹最为严重 亚利桑那州州长宣布重启防疫限制措施 并要求酒吧、餐厅、健身房等公共场所关闭至少30天 副总统彭斯将于7月1日前往 亚利桑那州首府与亚利桑那州州长 讨论疫情防控方案 彭斯日前则呼吁美国民众戴口罩 而他本人也都佩戴口罩 这与几周前 特朗普政府展示在媒体上的形象 形成鲜明对比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加州州长纽森今天下令关闭包括餐厅、订院等在内的场所的室内营业 禁令及时生效且至少实施三周 如果拥有室内营业的商户位于州府监控名单上的县内 则需要在三天之内关闭 洛杉矶县、城县和圣塔巴巴拉县等19个县均在禁令的覆盖范围内 需要关闭室内营业的场所还包括酒庄和品酒室、家庭娱乐中心、动物园、博物馆以及棋牌室 纽森表示 禁令并不意味着要求商户完全关闭 只是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维持在室外营业 州府数据显示 在过去的24小时内 加州新增5898例新冠确诊病例 以及110例死亡病例 过去两周内 检测的阳性率从4.6%上升至6% 略低于上周的6.4% 西雅图警方1号采取行动 清理多个星期以来被反种族歧视示威者占据的地区 目前至少有30人被捕 几十名穿上保护装备、手持木棍的警员 首先封锁有关地区对外的街道 有示威者把一些杂物堆到路中心 企图阻止警方前进 又与警察理论 不过最终警方顺利推进 将示威者的帐篷拆毁 顺利完成清场 前后大约花了半小时 自5月底黑人弗洛伊德死亡 触发全国大规模示威后 有关地区便被反种族歧视示威者占据 成为自治区 总统特朗普指责这是本土恐怖主义 由于当地近日接连发生枪击等罪案 造成4人死亡 西雅图市长终于下令警方清场 周三 纽约市议会通过预算 包括削减10亿美元 给纽约警察局的治安经费 数小时后 抗议者与纽约警察在市政厅 发生短暂正面对抗 前一天 纽约市长白思豪宣布 计划从警局60亿美元预算中 削减10亿美元 但无法保证纽约市警力 是否能维持在目前3.6万人的水平 预算通过后 纽约市警局上千名消员 安排安保人员将被转至教育部门 而从警局建设及中大项目中 播出的5亿美元 将用于改善青年中心和公共住房建设 根据纽约市警察局报告 今年上半年 共发生了503起枪击事件 造成605人伤亡 纽约市五个行政区的枪击事件 较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了36% 警局将今年枪击事件的增加 归咎于纽约的保释改革法 以及近期升温的警民对抗情绪 美国在反种族主义示威浪潮下 多地涉及种族问题的历史人物雕像 都成为推导目标 中西部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 一号就拆除了市政厅前高约6米的哥伦布雕像 建筑工人用绳索绑起雕像 随即用起重机吊起 逐步将它从机座分离 之后再用卡车运走 这座有65年历史的雕像运走后 会得到妥善保存 哥伦布是开拓美洲的重要人物 但他也因为殖民和杀害印第安人 长期受到原住民主义者抗议 5月底黑人弗洛伊德死亡后 触发全国大示威 当中出现不少浪潮 要求拆除一切与移民化 殖民化以及亲奴隶制相关的雕像 这也已不是第一座遭到拆除的哥伦布雕像 国税局周三提醒纳税人 申请2016纳税年度退税的三年窗口 将在7月15日之后关闭 该机构估计 总共有140万人的15亿美元未被领取 事据显示 2016年退税的平均额度是861美元 按地区来看 在纽约有7.03万人的8,083万美元未被申领 平均退税额为958美元 在加州有13.06万人的1.36亿美元未被申领 平均退税额为816美元 国税局表示 只要属于应被退税的情况 预期申报就不会受到惩罚 但如果有包括学生贷款或欠税未缴的情况 退税金将与所欠的金额相比 申领2016年退税的最后期限于今年早些时候 随着报税截止期的延迟也被推迟到7月15日 国税局本周表示 不打算进一步推迟纳税截止日期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每周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凤凰每周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